印光大師文操顯讀 尖學法師對法師對同學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義第34面 記三回向 這一科是屬於 以身心宴持佛名號的這一大科 這一大科我們分成了 靜中修跟立言對靜修 靜中修又分成三科 第一科是正式練佛方法 第二科是善式對智處障 這是第三科的回向 這一大科的主要意義是說明 我們前面講到的練佛方法 所謂的都色六根經念相聚 那麼這句話是說呢 我們念佛法門是以阿彌陀佛的名號為根本所言 我們就是心以佛號專一安住 心以佛號相訊安住 以這一季的萬德鴻明呢 來欣喜我們這一念的妄想 那麼這樣子的欣喜以後呢 就使你我們這一念的妄想心當中呢 能夠升起極樂世界的功德莊嚴 不失一心不失一變 那麼升起這種功德莊嚴以後 我們應該要怎麼辦呢 要把這個功德做怎麼樣的處置呢 這一刻要交代的就是回向 這個回向啊 我們先把它消穩 什麼叫做回向呢 就是回轉導向 回轉導向 把這個功德呢 它的去處呢 把它做一個回轉 做一個導向 這句話怎麼說呢 就說啊 我們凡夫的心情啊 我們這一念心就是有這個無名啊 就是我們這一念心呢 我們內心啊 執著我們這一念心有一個我 有一個常意的主宰 那麼有一個我以後呢 誰能夠煉佛呢 我能夠煉佛 是那個我在煉佛 那麼煉了佛以後 這個功德是誰去受用呢 也是我單獨去受用 那麼這樣子呢 使力我們的功德 非常的狹隘 好 那麼怎麼辦呢 就是回向 好 我們經過這種回向的方便呢 可以使力我們這個狹隘的功德 變成廣大 廣大 好 所以這個回向法們在維世學把它判作方便善巧 好 回世學把六波羅蜜開成十波羅蜜 這個十波羅蜜裡面呢 就除了波雷波羅蜜啊 開出四個啊 自 智慧的智 力 力量的力 第三个是愿 自立愿 愿望的愿 然后第四个就是方便善权 就是说呢 本来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透过这个方法以后 我们能够很快的做到 就是说呢 本来积极广大的功德 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对一个有执着的心情来说 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 佛菩萨的慈悲跟智慧啊 他有一个方便善权 使令我们这一念心 透过这个回向呢 能够使令我们所修行的功德 变成清净 变成广大 这个就是方便善权 那么这个是整个回向的意义 就是把我们 本来这个功德只是流入的 这种无明的执着啊 我们不要使令他去向这个方向 把他方向转变一下 把他转变成一种清净广大的境界 这个叫做回向 那么这个是回向的整个大意 我们看印竹的开始 大家请和长 我们将来说明 我们把它这个文抄呢 分成三颗来说明 先看第一颗 第一颗呢 是说明回向的意义 为什么要回向呢 我们将来说明 日用之中 所有一师一毫之善 及诵经礼拜 种种善根 皆惜以此功德 回向往生 这么这段文呢 印竹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修净土人啊 我们日用当中呢 所有一师一毫之善 我们在三宝当中住啊 多少为三宝做一点事啊 扫地啊 洗碗啊 等等的一切的 我们共佛共乡 这种世间的有为的善法呢 这是第一个 其次呢 讲到初世间的善根 诵经礼拜 那么这个是种种的 无漏的 清净的善根 那么不管是世间的有为功德 跟初世间善根呢 要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处理呢 皆惜以此功德 回向往生 就是 要把这种功德啊 使令他不要流入到人天福报 要把它集中起来 把它回向到往生 极乐世界 不这个地方 回向往生 我们解释一下啊 应主在另外一篇文章提到说 这个回向是应该包括 两个内涵 第一个 借着献身来说 献身业障消除 不会增长 把这个功德啊 加持在我们献身 这个生命啊 还没有往生之前啊 能够业障消除 不会增长 这是第一个 其次呢 也临终来说呢 蒙佛皆引往生洗法 所以应主他的意思呢 就这净土行人来说呢 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功德 加持在这两个方向上 一个是献身 一个是临终 那么这是一个回向往生的一个办法 那么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第二段 如是这一切行门 皆为净土祝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样子的羞耻 一切的行门 当然我们以 以信念神明是正恨 其他的 布施 慈戒 种种的行门 都是一个净土的祝恨 万善庄严净土 这一切的法门啊 都对往生有帮助了 不但是念佛 一切的法门 都是净土的祝恨 他都能够帮助我们往生 那么下面讲一个辟语了 什么叫净土祝恨呢 犹如聚种成而成地 聚种流而成海 广大延伸 牺牲能穷 就是说这个灰尘啊 种成啊 就是这个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灰尘啊 东边一块灰尘 西边一块灰尘 南边一块灰尘 各式各样的灰尘 那么这个灰尘啊 把它分散以后啊 它就是力量薄弱 怎么办呢 聚种成而成大地 我们把这个灰尘 把它集中起来 哇 就成一个大地 就能够硬宅 有这个硬宅的功能 或者说呢 集中流而成大海 那么这个水啊 东边一块水 西边一块水 我们把这个水啊 集中起来 变成一个大海水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回向所扮演的角色 它就是一种 拟据的力量 把我们的功德 把它拟据起来 不要使得它分散 拟据在我们所要 我们所要趋向的目标 换句话说呢 如果我们只是念火不回向啊 这件事就有问题了 会使令我们这种功德啊 就会流散到这个世间的有落福报去 对我们往生就不能一种加持的力量 所以这个回向呢 它能够把一切的善法把它集中 你今天多一点善法 明天多一点善法 战事的目标是一致力 就是聚众成而成大地 聚众众流而成大海 那么这样子呢 广大阎伸其神能穷 这个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这个就是 回向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种拟据的力量 那么这个是说明了 回向的意义 那么应该怎么回向才如法呢 这一下说明回向的方法 咱去花菩提心 试验度身 我们回向的意义 是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呢 试验度身 就是要立定一个大悲心啊 广度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啊 把我们的胸量扩大 那么 这个地方讲试验度身 是一个总说 这以下说明 怎么样能够试验度身 把所有的修持功德 普畏试恩三有 法界众生回向 那么 我们把我们一切的 拜佛念佛 诵经持咒 来自于扫地洗碗 这一切功德呢 普畏试恩 这个试恩啊 就是试众恩啊 父母的恩 师长的恩 这个国王 这个古时候啊 这个国家是属于国王的 我们能够修行呢 就是国王的恩德 或者我们讲啊 这个因为国太民安的关系 我们能够修行 这个国家对我们功德也是很大 国王也是一个重恩 第四个 施主 父母 师长 国王 施主 这个是重恩 那么三有就是三界的众生 一有 色有 跟无色有 那么乃至于法界的众生 就是大地上爬的蚂蚁啊 都是一样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功德啊 普遍的回向给他们 普遍的回向给他们 那么这样子呢 讲一个屁欲啊 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 我说我的功德 我自己受用不是很好吗 前面说过 回向往生 我把我的功德回向我自己 现身 业障消除 不会挣扎 把我的功德回向 临终本活 就以往生希望 不就可以了吗 这些众生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为什么要为他们回向呢 这下面来 印竹讲出一个道理 这如佛 佳有如苗 得余啊 既一切众生 生结法言 素人成就 自己大成生许 就是说呢 本来我们这个内心当中啊 积极功德以后啊 这个内心要生起一份的光明 就是一个火 在无名当中生起一个智慧火 但这个智慧火 你经过回向以后啊 就像加上汽油一样 这光明就更大 更大 或者说呢 如苗得余 在你内心当中呢 生起了一个功德的幼苗 很不容易大地里面啊 经过你的努力修持啊 身体一个幼苗 那么经过你一回向啊 这个幼苗 遇到以水啊 快速成长 这个回向有这个好处 那么 为什么说快速成长呢 既一切众生 生结法言 素人成就自己大成生许 我们跟众生啊 这个人跟人啊 是要有因缘点 我看到你很欢喜 你看到我也欢喜 怎么说呢 过去有结善言 这个结善言啊 在大成的佛法也是蛮重要 因为你以后啊 要度化众生啊 除了你自信的功德以外啊 你跟众生的言啊 也是蛮重要的 他是不是能够接受你的教化 这跟言是有关系的 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诸佛不少的国土啊 有些佛陀的国土啊 众生特别的多 有些佛的国土啊 他的众生是不多 当然以佛的功德是平等的啊 佛佛道统啊 没尊佛的功德是圆满 圆满就没有再圆满的 那么这个建属的差别 就是这个言有问题 跟众生结的言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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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啊 有一个斗篮的君士 这个君士是放账上的信徒 他有两个儿子 这个大儿子非常的孝顺 也能够很自爱啊 读书什么都不要父母亲的担心 那么这个第二儿子就是有问题 看到父母亲就不欢喜 这个过去生就是在淘汰你 你跟他讲什么 他也不理你 到学校也不好好上 回到家里面就偷父母亲的钱 怎么跟他讲 就是不听 你再多讲 他就两三天不回来 这个信徒他很苦劳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自己的儿子啊 也是啊 又是爱 但是类似又生气 爱恨交加 那么就是问方丈何道 方丈好像说 这之间有一点恶因缘啊 你啊 每天啊 晚课以后啊 把功德啊 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把这个里面 明明之间啊 过去结的恶因缘 把他消灭掉 哦 果然这个君士 他是有信心哦 他做了差不多是 从开学以后啊 做了半年 就是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 差不多是一个写几 一个写几以后啊 他再跟方丈上报告啊 这个事情就有转变了 诶这个小孩子就 放暑假寒假 不但不出去 回来还帮助洗碗 还帮助扫地 所以这个世间上的因缘是会转变的 所以我们这一念心理的确不可惜 你功德啊 明明观想他 把功德推向给他 哦 这因缘就是转变 所以讲呢 我们虽然啊 我们只是内心的作意啊 但是这个 这个世间啊 这个因缘就转变了 你能够呢 寄一切众生 神结法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度化他 但是 大家先结个眼 这第一点 所以有些人啊 他是啊 他能够讲经说法 但是他眼结得很广 有些人会讲经说法 眼比较淡保 这个也就是跟过去生啊 这个有关系啊 这是就着这个 利他来说的 那么在自利角度来说呢 素人成就自己大乘胜 这一点我们啊 有时候是不明白 我们凡夫的思考的模式是说啊 这个功德是我的 我应该要坚固的把它 实施住 不要让它失掉 假设 我把功德送给你 我功德就损失掉了 我们凡夫是这种心情 但事实上啊 以佛法来说啊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以佛法说呢 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毒瘤 是我值 就是无名 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罪业 依止无名而生起 反过来说呢 一切的功德 最殊胜的就是 大悲心 菩提心 一切的功德 也是以大悲心而生起 那么我们今天能够 不被为众生回向啊 我们的功德不但不减少呢 而且是扩大的 因为这样子是会破坏我们无名啊 增长我们大悲心的 换句话说啊 我们能够远离无名一分 趋向于大悲心一分啊 我们的罪上就少一分 功德就争一分 佛法的意思是这样 要我们气舍无名啊 趋向于菩提心 趋向于真如 所以讲呢 你这样子回向以后 你的胸量扩大 你这个我执的烦恼也就降低了 所以呢 素人成就自己大生生起 这个我们看天台中啊 这的大师啊 他认为菩萨是有两种 那么在地前的 所谓的结业甚深的菩萨 或者我们讲肉身菩萨 这个地前啊 见到位之前的菩萨 整个立他的行为啊 主要的是修礼观 就是我今天啊 为什么能够立他呢 就是主要就是花焰回向 把功德回向给动 在地前呢 大概就做这种境界 那么第二种的菩萨 那当然是从空出家了 就是法生大事了 那么真正是 道士方式皆具啊 那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因你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为他说法 念其卸脱 这种法生大事在经典上说啊 你没有遇到他便罢 只要你能够遇得到啊 你一定是得到解脱的 你善根没有成熟 绝对看不到 但是你一看到他 你就得度一眼成熟 所以我们刚开始 在学菩萨道的时候呢 我们是透过这个礼观啊 来增长我们的大悲心 来消除我们的罪障 所以我们这样子回向呢 一方面能够跟众生啊 升学法院 一方面成就自己的大乘胜学 这个大悲心就增长起来 那么这个是说明 我们回向 应该要依止菩提心 而普遍的把功德回向法界众生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力 不但是自己受用 第三段截圈 若不致此意 则是凡夫二乘之力之见 我们回向来的说神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要注意啊 我们有时候净土的行人啊 有时候对这个回向不是很重视 练佛练得很勤 修福报也修得很勤 但是 很少会想到说 普遍为一切众生回向 很少想到 但是应主说呢 假设你不回向 虽修妙行 甘果卑劣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应该要 选一个殊胜的回向文啊 把功德做完以后 把它回向一下 只有需要 回向于自身的 夜障消除 福慧增长 临终的梦佛建议 化身西方 乃至于普及一切众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 我们在静中修啊 经过的正修 乃至于对治以后啊 最后一个功德的处理 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 圆满的一个修持的 赤地的 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我们再看下一课 物恶力言对境修 那么 这课的大意呢 是说啊 前面的修行是针对于 静中修 就是我们平常啊 把一些事情放下 找一个急进处啊 在大殿里面的一个定刻 在没有静言干扰的情况的 一个修行的方法 那么这一刻呢 是说啊 我们一个人啊 不可能没有事情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 外言 有一些境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修行呢 这也应该要修行 我们看 宴主的开始了 好 大家请合掌 我们再来说明 所愿 属物纠缠 无法摆脱者 就是啊 我们啊 我们会在这个事件上投胎啊 这件事情是有它的业力 背后有它的业力 就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业力 这个业力所创造出来的因言 就是属物纠缠 其实这个是我们业力的纠缠 有些事情啊 你不做还是不行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是这件事情 是该是你做的 你就跑不掉了 那么 这个纠缠我们的内心啊 使你我们无法摆脱啊 是底啊 这个众生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万般皆是业啊 半点不由人 那怎么办呢 正当纠缠时 但能不随所转 所转 则及纠缠便是摆脱 那么我们在这个似乎纠缠的时候啊 内心当中啊 不安啊 的确是不安啊 好 那么 在这个不安当中呢 但能不随所转 则及纠缠便是摆脱 不随所转 不随望尽所转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 我们刚开始啊 学佛啊 只是对佛法的一个信心 有这个信心呢 我们愿意啊 去断恶修善 断除一切身口的恶业 我们也愿意去 修习种种的善法 不失慈戒的善法 那么这个时候 完全是一种信心的知识而已 当然多一点惭愧啦 但是我们内心的烦恼是 延峰不动的 一点都没有改变 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学佛啊 我们这一念 攀岩心跟经纪一接触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呢 被这个风啊 境界风一吹也是东倒西外地 别人站到我们 我们就欢喜 别人毁谤我们 我们内心就痛苦 一点都做不了主啊 就是这种境界 一点都没有练力 心中一点法宝都没有 完全没有 还是随顺过去的烦恼而转脸 那么我们 我们有时候会再进一步 学佛生了以后啊 慢慢看到这个佛法道理啊 哇一切业障也有妄想生 这个苦恼的境界 是我们的分别心深情 所以我们会下定截心啊 来对峙我们这一念的分别心 那么站在净土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 深信切愿 这是名后 就是你啊 你思维你这一念妄想过患 这一切的苦恼都是妄想创造出来的 怎么知道呢 比如说你看这个富贵人家 富贵人家也是很苦恼啊 心里的负担啊 那那个负担啊 超过那些啊 平常人啊 那个心是不安的 贫穷是苦恼 富贵也是苦啊 换句话说呢 外在境界的丰富是不能改变我们内心的痛苦 不可以 你一定要扣着烦恼去对视 否则你再大的福报啊 你的苦恼是依旧的 依然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先应该决着一个根本法宝 就是佛号啊 你就不能念要他念 不能钻要他钻 那么 慢慢慢慢 哦 这个佛号在心中呢 经过你 专一的安住 相续安住以后 他在你心中就能够产生一种 强大的等流势力了 强大的等流势力的时候 你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 你能够转念念佛 有这个好处 就是说呢 我们讲一个屁欲啊 说啊 一个人啊 没有房子住啊 一个流浪汉啊 一个流浪汉有什么苦恼呢 那个地方又刮风啊 下雨啊 到了山上住啊 又有毒蛇的危险啊 一些种种的野兽的干扰 完全没有一指处 那么我们念佛 念到一种功夫以后呢 哎 不同了 所以你有一间房子住了 那么太阳大 你也不怕 下雨的时候你也不怕 你内心当中呢 有一个住处 你心安 外在的环境差一点 你无所谓 为什么呢 你心中有一个法宝 能够安住你自己 能够一个安心法门啊 这的确是 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境界 就是你修行 要能够得到自在啊 你只是向外的修福是不对的 外面的修福给那一点福报啊 但是你要 以苦得的 这个还差得很远 所以呢 不随所转的根本是你内心当中要有一个意志处 你面对境界的时候能够转念念佛 就是转变你那一念躁动的心啊 使令他依止佛号而住 也有这种力量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 外面的纠缠啊 就是 当下就是摆脱了 那么下面讲一个批语了 如近照相 向来不聚 向去不留 好像一个镜子 来照这个相状 这个镜子就是批语我们这一念心 我们这一念心能够显现总统的境界啊 我们风景心啊 能够显出善的境界 恶的境界 那么向来不聚 向去不留 向来的时候也不拒绝 但是无助 向离开的时候也无助 那么内心当中呢 不为望境所转 内心当中呢 有一个意志处啊 有一志处 那么这个是讲到啊 我们在面对熟悟纠缠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用的方法 就是你要不随所转 那么若不知此意 众令秉除食物 一无事事 仍然皆善望心 纠缠坚固 不能少说 假设我们今天啊 修行啊 不知道这种道理啊 那么 那么纵使你秉除俗悟 一无事事 好 你说这件事情啊 你把一切的罪过都归罪于别人 所以你为什么起烦恼呢 我为什么起烦恼 是因为他讲一句话来触恼我 我为什么起烦恼呢 因为这个环境不适合我 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罪过都归罪于他人啊 那么你到最后你就一个人住了 一个人住的时候呢 仍然皆善望心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因为你内在的烦恼在干扰你啊 你不知道 你看到的境界都是不如意啊 你一个人住啊 内心的烦恼还是放不过你 你还是呢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看看大乘经典啊 的确你会看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啊 佛陀在叫菩萨修行啊 佛陀是要菩萨转变自己的心 而不是转变外境 你看那个金刚经啊 很明显啊 那个薛伯提尊者说呢 菩萨摩沙花阿玛多罗三秒三佛提 因何映柱 因何享无期 这是一个凡夫菩萨 花的菩提心 想要自利利他 但是这个菩萨是有烦恼啊 有执着 怎么办呢 因何映柱 因何享无期心 我的心不安啊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看佛陀的金刚经开示啊 佛陀没有一句话说 要你去改变外在的环境 去改变别人 佛陀没有这句话 佛陀告诉我们 你应该以你的正念心啊 怎么来休息 那么空观 休息种种的法门 来安理这面心 其实不但金刚经啊 你看看所有的大战战 佛陀没有一句话说 要你去改变别人 没有 没有这种话 因为这个问题不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 就是苦恼的生起的根源在我们的分别性 假设你的内心不回关缓照啊 你一直向外啊 你永远没有解脱的时候 不可能 所以讲呢 你纵然 秉除俗物 亦无事事 仍然皆伤忘心 纠缠 坚固 不能找 这个地方是要注意力啊 要注意力 你应该把这个苦恼的根源找出来 就是一切业障还藉由妄想生啊 应该是从自己的内 内在的妄想去对视 这才是根源 所以 印竹呢 最后的决欠 邪道之人 就是我们啊 学习这种佛道的人呢 必须素未而行 尽己之分 我们应该啊 素 什么叫素呢 素者在也 现在的在 就是你呀 就 在你现在的这个 结位而修行 这句话呢 素未而行 本来是出自于这个 奴家的忠庸 这忠庸说呢 素富贵 行仆富贵 素贫贱 行仆贫贱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 以奴家的思想呢 我们要做一个君子啊 你是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 也可以啊 你就救着富贵的进去 去做一个君子 那么你是我身材一个贫穷人家 也可以做君子 那怎么办呢 素贫贱 行仆贫贱 就在贫贱的境界里面 去申请你的德恨 就是这个境界是无所谓的 要紧的是你这念心啊 要能够清静 所以讲 素未而行 尽己之分 不管你真的什么阶位 都是可以修行的 这种阶位是因言所生法 不断的变化 要紧的是你内心的正念 所以讲啊 必须就着你现在的环境 因言而修行 克尽自己的本分 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如是者 中日俗悟纠缠 中日逍遥无碗 就是啊 你要能够改变你的心 而不是改变环境 所以说呢 所谓一心无助 万进济嫌 六成不二 环同正觉者 甚至未言 那么应主就讲一个 祭颂说呢 一心无助 万进济嫌 这个是我们刚开始修行 是这样的 刚开始修行啊 要以天台中来说呢 是从甲入空 就是说呢 把一切有为法 以空的智慧 把它给融通 会一切法入必定空 就是呢 一切法不可得 好的境界也不可得 不好的境界也不可得 菩萨清凉业 常有必定空 这念心无助 那么万进济嫌 这个时候一切的境界 对你不能够成干扰 这个正在圣道门的角度啊 是以空观为我们的根本一指处 以空观为房子 不过净土门 它是以妙有 它是以佛号为一指处 这个地方不同 因为 我们要跟弥陀感应道交啊 你是修空观 是没办法感应道交的 这个我们前面说过啊 你一定要念阿弥陀 我的名号才能够 随顺弥陀的本宴 以佛本宴相应故 所以这个地方啊 他的下手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两个的功德是一样 不管你从空下手 从妙有下手的功德都是无助 都能够达到无助 这个是刚开始 那么你无助一段时间以后呢 六成不二 还同胜久 你在从空诸甲 你看到一切境界啊 都清净了 这一切都是果地的妙用 还同正觉 三河大地都是法王生了 因为你内心清净以后啊 你看一切境界都是清净了 清净国土 清净中生 所以等到你自己能够做主以后啊 你从空诸甲以后啊 这一切众生的境界啊 都是你一个修行的真上一样 那么 这个就是讲到修行的两个次第 我们刚开始呢 先要修第一句话 刚开始你不要六成不二 还同正就不要 刚开始你先从一心无助万进济学校囚 那么 慢慢慢慢啊 你就能够达到六成不二 还同正就 那么这个 这句意思说啊 我们在 修行的次第啊 虽然它主要的内涵是要 在我们的信中来建立信念词 你三种功德 就是建立我们的一个依止处 那么在次第上来说呢 一开始是要先进中修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烦恼的境界是强大的 佛号的力量是薄弱的 所以你一开始动中修啊 你就会失败了 所以你刚开始应该有一个寂静的环境啊 在寂静当中呢 把佛号啊 重复的欣喜啊 指令这个佛号在你心中啊 由身转熟 由身转熟 然后你就可以在境界里面去力量 透过这个境界的力量 你能够增长你的练佛的力量 立四练心 所以它这个是两个次第 静中修立言对境修 这两个次第 那么当然 这个你能够立言对境修的时候 你心中是有法宝的 是有一个房子住的人 跟普通人啊 这个生命当中啊 完全是佛在烦恼当中的不同 完全是随境界转的 境界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你随境界好的事就欢喜 境界不好的事就是痛苦 你这个心完全是随境界在 外在的境界啊 的流动和波动 完全做不了主意 那么你内心有法宝人啊 你能够做主 能够做主 那么当然这种 你能够做主的功德 是从你境中栽培起来 从境中栽培起来 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一刻的 以身信愿持佛名号 到这个地方 我们整个念佛的次第啊 就跟大家说完 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 你意思啊 好 这个事情啊 天台中他是啊 把一切的法分成的两个境界 一个是所谓的夹 一个是所谓的夹 这个夹呢 就是夹名 夹相夹用啊 就是说呢 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 就是因缘所生的这些法 富贵啦 贫穷啦 健康啦 多病啦 这种境界呢 都是属于夹 不管是贫穷 不管是富贵 这都是假 就因言而有 这个是属于夹法 你说他没有 但是他有他的夹 你夹相夹用 的确富贵让你快乐 贫穷让你痛苦 这个是有他的因言 要假 那么这是讲诸法的差别相啊 诸法 我们过去的业力啊 有善业 有恶业啊 当然他所创造的火爆 就是各式各样的 这个都是属于假 一切法的差别相 那么另外一个境界呢 就是空 这个空呢 就一切法的平等性 不管你富贵 你贫穷 这个当中呢 就着本性来说 富贵的本性是毕竟空的 贫穷的本性也是毕竟空的 这个空啊 我们是不容易了解 或者我们啊 我们不要讲说 因言所生法 我说地是空 或者不要讲那么高的道理 说啊 无常好不好 就是说呢 我们不要从体空观去体位 从喜空观啊 分析的喜 就是说啊 这个人富贵 但是这个富贵的境界会变化 他今天赚的钱啊 明天就是 可能就 一夜之间就失败了 破产了 可见的这个富贵啊 他是有变化性的 那么这个 从这个变化当中 我们这个知道 这一切法是没有真实不变的字体 这一切法是沉住坏空的 他富贵的时候 很有钱 一下子的时候就失败了 他有生命了 出生了 最后他死亡了 就是整个生命都是流动的啊 事件上的事情 没有一个事情是 常住不变的 没有这回事 出生了以后 就是长大 长大就是死掉 今生做人 下辈子就到三二道去 三二道受完以后 他的善业体现 也就升天了 这整个六道的生命啊 不断不断的叉弄叉弄变化 那么我们讲啊 无常所以他是空 这个不是性吗 所以呢 空是一切法的一个总项 每一个法的本性都是一空而建立 就是从空当中 由一不同的因缘而创造出来 虽然创造出来 本性还是空 所以呢 空呢 是一切法的一个共同的象征 那么 以天台中的意思呢 一个初学菩萨 从假入空 就是你刚开始先 不要去分别那些假的境界 不要去执着这个境界 把你在假的境界那个心 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放在哪里呢 入空 暗入在必经空的境界 所以你一开始先无分别注的 刚开始 所以刚开始修行 有时候啊 你看这个人好像是 好像是夜修 好像这个人是 以世间来说 好像越来越 就是 那个分别性 越来越淡薄 是的啊 刚开始是这样子的 那么慢慢慢慢 他的心自在以后 再重通出假 所以我们刚开始啊 一开始是 要从这种假名假象中 把这个心收回来 按住在空的境界 要从假入空 这样懂吗 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分别啊 你心永远进不下来 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脑毛病 就是喜欢攀岩啊 你一下子 就分别假名假象假用啊 就去度众生啊 那你这个攀岩器 永远没报警下来 所以他这个是 一个刺激问题 好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